这缺弹的问题引爆了震怒 有一份网络民调显示是 全集中的负面声量 已经连续四周破四成 网友不满了 缺弹问题发生第二次 而中间还经历过 民进党选举大败 他竟然还在 甚至被翻出了 在去年三月 他曾经夸下海口说 会解决缺弹问题 买不到弹可以去找他 如今缺弹问题未解 蓝尾就狂酸了 越缺弹 官员委越稳 全台闹蛋荒 平价蛋超难抢 想吃营养又便宜的鸡蛋 居然这么难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被翻出 早在去年三月初 曾在国会殿堂 夸下海口这么讲 你三月中旬 可不可以彻底解决 鸡蛋不足的问题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陈吉仲甚至还打包票 买不到蛋来找我 如今一年过去了 缺弹问题人未解 一份网络民调显示 陈吉仲的负面声量 自一月底开始 一路攀升 连续四周 负面声量都在四成以上 正面声量超低 只有7% 显然缺弹引爆众怒 网友炸锅痛骂 荒谬的是缺弹问题 发生第二次 中间经历选举大败 他竟然还在 农委会干成这样 早该下台十次了 陈吉仲居然说 春季的时候 因为晴流干 夏季的时候 天气太热 秋季的时候 出口太旺 冬季的时候 太冷 吃火锅 千错万错 只有他没有错 弹价越高 越缺弹 他官位越稳 而陈建仁首 杜道立院被询 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更哀轰是 三缺内阁 要给全国2300万民众 每天买的盗弹 吃的盗弹 有这么困难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因为你号称温暖监政 结果缺弹缺水 还缺药 外界称呼你 就是三缺内 你同不同意 我当然不同意 缺弹缺水缺药 都会有这一个气候的关系 会有这一个国际供应链的 锻炼的关系等等 在党痛疲 对百姓而言 缺水缺弹缺电 这是不缺领高新 说瞎话的执政官员 接着彭琳佩杰 台北赛访报道